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聊一聊用艾草怎么做好吃的 春天里的生煎和地头都有长艾草 大家可以去挖一点 首先把艾草处理跟紧 锅中烧水水中加一勺小苏打 把艾草放进锅中焯一下水 然后把它捞出 放在炸子机中加入少许的水炸成汁 把艾草汁倒在盆中 加一碗糯米粉 再加入少许的面粉 面粉和糯米粉的比例是3比1 用筷子搅拌搅拌 搅拌成絮状 然后往里面加一勺少许米油 下手揉成面团 在和面的过程中 糯米粉的量可以酌情调整 最终和成一个稍稍偏软的面团 再把面团搓成一个个小圆球 放在案板上备用 接着我们准备一些冷冻的汤圆 然后把糯米球用手按扁 按压成一个小坑 包入汤圆 再把口收紧捏合 再次整理成圆球 像这样就可以了 底下放上油纸 均匀地摆在壁纸中 然后开水上锅 大火蒸15分钟左右 关火后不需要焖 直接打开盖子 它的口感软糯香甜 口感上有着爱炒 独特的香味 摇上一口 里面还有着浓浓的芝麻馅 真的非常的香 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小伙伴 跟你动手试试做吧 我是橘子姐 每天分享懒人饭食谱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哦